早餐想不想来点不一样呢 这里说的新闻有够棒 这里谈的话题有够变 更厉害的是 这里的主厨向调龙 你想要的我们都有 飞碟早餐 糖香龙权威掌厨 807分33秒 你在收听的飞龙波网飞的早餐 我是糖香龙 民国108年 民国108年 我大概是每天 每天都还在报 报中华民国国号 这个主持人 当中唯一的一个吧 我在上节目或者在听节目的时候 我注意到现在已经 已经很少人会 每天向我开场的时候呢 报时间 然后呢报年号 中华民国108年 我碰到过一些的小朋友们 我这小朋友就是跟着爸妈听费的早餐的 甚至于 昨天有一位小朋友透过 我这小朋友其实已经 已经快30岁了 他在他在他在大陆就学工作 然后这个透过 透过网路呢 就跟我联系上 联系上说不好意思 我从小听你的广播 看你的节目 他说他从小呢 就在车上的听飞碟 听飞碟早餐 好 所以他就说 他很 很熟悉那种的开头 就是中华民国一百多少年 当那个时候才民国九十几年而已 好 中华民国108年 1月2号 那回到新闻的部分 今天呢我们 来先先来先来关注一下的两个两个谈话 呃 第一个蔡英文总统 蔡英文总统在在这个新年谈话 各国的领导人的大概都都会有所谓的新年谈话 那我们总统也不意外 蔡英文总统呢在第一年就职的时候 在总统府啊 跑总统府的记者大概都都知道 身为中华民国总统 一年有三大稿 所谓幕僚人员要帮你赚稿 要在写稿 那这种的稿 他不太好稿 这种稿 经常都需要幕僚 呃找一些专家学者来开会 广泛的征选 说这个今天今年我们该谈些什么 呃 因为谈话的内容 第一个主调是什么 然后各个应该要谈到的分项 那有没有什么亮点 要怎么谈 那对于这些的分项 那除了主调要怎么定 分项怎么谈分项的内容 那可能就会有各种的征询 要要开很很多场的会议啊 一年三大稿多半都是这样 那我过去也被征询过了 所以我大概晓得那个开会的形式 人不见得很多 但是 第一个 你要去参与开会 你得要一些准备 那开会内容 你你必须要有一些保密的义务 他不是规定你一定要保密啊 那个也不会列为机密 但总总不能在总统讲话之前 就哇啦哇啦讲 啊总统今天要讲些什么 第一个你的你的建议不见得会进稿 不是要摆在稿里面 第二个就说 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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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个人家的 人家的咨询的对象的时候 那你你除了觉得我希望总统可以谈些谈些什么 那你会有一些的主观的期待之外 最重要是那个道 以后 以后以后你连你连你能参与意见就会那么参与意见也不是什么多了不起的事情而且甚至连车马费都没有的就是 就就就开个会而已 就是道义性的 但是我说那个是一个公共参与当中的基本的伦理 好那个蔡英文总统在在就任之后的第一年 因为他第一年他的他的身身是坠落的非常非常快 所以一年他我我记得那一年蔡英文总统他连新春谈话没有 520的就职演说他也不讲话 结果到了10月10号 三大高里面的有两次你都不讲话到了第三次大学说你你怎么一整年都没有一个正式的谈话 那10月10号终于讲话 已经隔了一年多 好那今年的蔡英文总统 呃新春发表讲话 也有必要啦因为经过九合一的败选之后 那蔡英文总统从11月24号开始 除了辞掉党主席之外 接下去的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蔡英文总统都在进行非常强势的政治操作 这个政治操作使得蔡英文总统把手 伸进了赖清德的口袋里面 而且伸得很深啊乱逃 通 你想像蔡英文把手伸进赖清德的口袋 东摸西摸的 把把蔡英文的口袋把这个赖清德口袋里面的东西能摸的都都都摸走 我说东摸西摸就是 我们的 我们的我们的政治体制所谓的双手掌制 总统 总统本身当然有一些的 有一些权柄而且那个权柄很大的 因为总统是民选 总统执选之后呢就注定了 总统是实质的国家领导人 那行政院长在体制上面 所谓的最高行政首长的那个最高 就只是一个一个名义上面 字眼上面 实际上面大家都都知道行政院长 不是最高 相反的 行政院长 基本上就只是总统的幕僚长 总统的秘书长 那但是过去总统基于宪法 的征修条文 总统呢在 国防外交两岸 这三个领域里面 总统的专属特权 国防外交两岸 这三件事情 总统说了算 那这三个领域里面 总统say no 那就no 总统say yes is yes 好的其他的领域呢 那还有一些的领域是模糊的啦 比如说情质 那 情质系统分得很散 在过去啊 国民党执政的时代 在李登辉的时代 都曾经为了 调查局长到底听谁的 调查局的法务部下头啊 调查局就相当于的台湾的FBI联邦调查局一样 调查局长听谁的 是听法务部长的 听行政院长的 还是调查局其实 名义上面的我摆在你赖清德的口袋里面 但其实那个东西是我蔡英文的 在过去也曾经讨论过 那个时候 的调查局的局长叫 廖正豪吧 那都都曾经了 这个 由于有过一些的激烈的 激烈的这个讨论 引发了政治风暴 好这些都都是比较具体的 情志其实大家默契上面就觉得 那还是总统管 好但其他领域 基本上大家就觉得 那个是行政院长 行政院长任命 行政院长每个月每个礼拜开行 行政院会 所有的这些案子 也循着呢 这程序 都会到到行政院 由行政院的最后的排版 送进立法院立法 然后呢最后由总统呢 颁布 那成为法案 或者是人事 可是 赖清德现在在政策上面来讲 把口袋伸的很深 那甚至于包括像是什么 ABS啊等等的 这些的问题 赖清德的几乎都伸手进口袋 那做了决定 所以他突然两个含义 第一个就是 赖清德 在选完了之后 他更没有权力了 那蔡英文好像在未留赖清德 可是赖清德一定会有一种感觉就是 我选完了之后你辞掉党主席 可是我为什么觉得这个行政院长越做越憋呢 那你现在又未留我 我已经越觉得越来越憋了 你口你要你手要伸进我口袋里面你都没有打招呼啊 你就伸进来了 你就讲话了 然后我任何政策呢就做不下去了 就算我不做 也不应该是这样 那像ABS的这些这些问题 已经 已经让赖清德让行政部门已经不太痛快了 那 叶俊荣教育部长 突然间的让管中民决定1月8号上任了 虽然现在的独派的团体来又开始在酝酿就说 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把管中民挡住 要继续要卡管 对了这都独派一定会继续的操作 好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的动作都显示 行政院长 现在越来越不受到总统的尊重 总统呢在许多的政策上面 要转弯都不打方向灯 好那就把手就直接伸进口袋里面 他倒过来讲 他也反映了 蔡英文对赖清德虽然我现在未留你 但是我不信任你 为什么不信任你 潜台词就是 我蔡英文今天九合一选举会败的这么惨 15个县市大败 台北市虽然是 柯文哲在执政 差一点的也翻船 如果不是选务办得很烂 赖清德 这个柯文哲保证下台 好但是 你有没有问过 蔡英文就说 啊你你觉得你为什么会败的这么惨 蔡英文讲过喔 蔡英文 蔡英文不觉得是两岸的问题喔 当蔡英文说 他不觉得是两岸政策 两岸关系而导致了败选 这跟国际的解读都不一样 我说过了国际的解读 我选完了之后我照例我会把这些的国际的媒体 怎么去看台湾的选举 因为台湾 在两岸关系当中又很敏感 尤其呢 美国现在 在美中对抗的时候的抓台湾抓得非常非常紧 那 选完了之后 所有的国际媒体只要我看得到的 我稍微收收到的 外是美国的欧洲的日本的 你看到的几乎那调子都一模一样啦 当然有一些的小媒体他引用外电 那通讯社的定调 你的讲法都一样 都台湾这次选举 亲中派大胜 换句话说他们把蓝的 把国民党定调为亲中派 不管你国民党怎么去解释说 不止亲中我也亲美 我也我也我也亲日 我是的亲美有日合中 以前马英九这样讲 他管你他反正就是那定调就是有一个亲中派 他管你什么美日 他不会讲讲的另外半截他就是你就是亲中派 那这个这也是个标签了 那国民党反正也也很难去解释他确实在 全世界的媒体 循着美国所锁定的关键制美国的关键制叫反中 中美贸易战的就是一个反中关键制所衍生出来的议题 将来不是只有贸易战 外交战 政治 或者说呢在在其他领域甚至军事冲突都有可能 好那这种的 这种的操操作之下 全世界都认为这是亲中派大胜 韩国瑜到后面呢 直接把九二共事喊出来 尤其 在这次的选举他当中到了到了越接近选举的这一两个月的时间 国旗出现 在高雄 满山遍野 大家都把国旗挂出来 我就不知道之前你们你们到底 这我们的高雄朋友你们之前到到底把把国旗藏在哪哪里 是在是在是在以前的以前的以前的这种的这种的这种的很很很很恐怖的时代 所以呢很多的政治性的符号了书籍的都必须要藏起来吗 我都不知道以前你们把国旗藏在哪里怎么突然间的都拿出来了 好吧那那国旗出来了 九二共事出来了 但是蔡英文仍然 仍然说 这跟两岸关系 无关 这句话的有意思是说那到底什么有关 这才是蔡英文真的想的就是说我蔡英文怎么拜的这么惨 拜到今天呢在民进党里面民调垫底 垫底到了民进党的所有的这些选将们 一想到蔡英文要进选人就害怕 我如果蔡英文我一定就会 所以有一个潜台词就是 谁把我害得这么惨 因为 不是我主导的两岸外交 因为外交跟两人绑在一起的 当更不会是国防啊 所以当蔡英文说 我的败选 不是两岸关系 意思就是 这个败选不是我造成的 那是谁 那那就是 两岸外交国防以外的其他的事情 他的意思就是 不是两岸外交国防 情势系统吗 这个是总统的专属权利吗 那既然不是我总统的专属权利所导致的 那是什么 那就是你赖清德身上 换句话说 他对于现在的行政部门 的许多的政策 的操作 一定有很强烈的不满 我都告诉你害死 我赖 我蔡英文是被你赖清德害死的 我这样讲你听起来会觉得 你党家又在又在又在挑拨离间 可是 我只告诉你说 你循着我这样子的逻辑去想 你觉得不对吗 蔡英文当然这样想啊 我辞掉党主席 是被你害的 好那今天 我为什么还来未留你 这未留就有意思了 因为 因为那个未留一定心不甘情不愿的 因为 赖清德要去职 然后媒体上面 包括我看到像自由时报啊 已经已经已经讲过多少次了 苏贞昌准备接隔魁 甚至于都暗示苏贞昌 被征询也已经开始征询 除了苏贞昌的女儿苏巧慧出来面对媒体的时候说啊我们认为最属一的人选的仍然是赖清德 这句话也有玄机哦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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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清德留任 是全党的共事这件事情的共事有包括苏贞昌这一份哦 但是这到底呢是一个 是一个人质意境的表达 就是 我三顾茅庐已经到底了 我不会再有第四顾了 那三顾茅庐够给你面子了我已经再三的表达全党最希望你赖清德留任 可是你要知道蔡英文不是第一时间就表达当这个讯息 已经媒体当中炒作了很久 到封关之前上个礼拜四的行政院院会 你看到行政院院会 之后的年终记者会 兼行政院院会的会后记者会 赖清德亲自上场 媒体提问 12345 我不是在这在跳手指舞啊 12345 连续五个记者 被点名的记者提问的内容都一样 那天其实所有的 跑行政的记者打给倒康了 讲好了就我今天就是要你赖清德讲清楚你到底是不是继续干行政院长你什么时候要走 连续五个记者提问赖清德也没有回答 你不会觉得很无聊吗 那到那一天 已经 换句话说所有的媒体都都就都认为也都已经接到相关的讯息赖清德要走了就只是要给你赖清德一句话 但是 蔡英文却是到了年终才开始未留 那为什么 为什么未留的这么慢 我觉得那也是不甘愿啊 本来我相信 蔡英文也是 那今天你走吧 我被你害死 ABS这东西要不是我出手挡下来 把你放到口袋的政策再掏出来收回来 我又被你害到了 因为所有你现在的行政部门的政策当中只要引起争议账都记到我蔡英文身上因为我是总统因为你是我用的 那这合理呀 但是过去总统呢对于行政院的基本的职权的尊重就像总统不会来行政参加行政院会嘛 总统呢如果参加行政院会总统就会被抓抓去立法院背询 那体制就根本的改变 那当总统在台湾当总统是当的像皇帝一样 五则天坐天 之所以五则天可以坐天就是因为他不用到立法院 总统只要到立法院三两天的就被折磨死 好那现在立法院里面被折磨的是赖金德 那你又把账算到我赖金德的内阁的身上 而且我内阁里面绝大部分都是你蔡英文用的 然后这个时候我要请辞你又要喂留我 你到底在想什么 你就知道现在的党政系统 除了在运作上面已经完完全全的乱 那乱了也没关系当蔡英文的手不断的伸进赖金德口袋的时候呢 以后 不管是我做做做媒体评论 或者你你是一般的市井小民 就很简单 中华民国的大小的政治的乱象 政策上的不满你找蔡英文就对了 不用不用去找赖金德 十月二四号之后所发生的这些的事情就是告诉你 几乎大大小小的事情 你卡管按赖金德都大发雷霆 为什么 我怎么都不知道 那你就你就算了蔡英文身上 也没话好讲 那我认为蔡英文现在的准备的也就是这样 与其呢 朵朵长长遮遮掩掩掩的表面上面的对内的尊重体制的对外的维持现状 那演这套演了半天之后 到最后呢 选举大败了之后 账还是都算到我身上那我不如站到第一线 蔡英文现在就是准备站上第一线 所以未来他会越来越强势 你你听他的新春谈话就知道 选前他不认为 两个关系是导致 民进党大败的原因 选完了之后 他继续更强硬的操作两个关系 所以许多人以为说 韩国瑜呢 举起九二共识的大旗 然后呢举举起国旗 元旦升旗的时候呢 韩国瑜说 我们好久没有爱自己的国家了 那才像升旗典礼吗 对不对 一边升国旗 一边有一种发自内心让人家会感动的觉得讲这句话 是很touching 而且是很真诚的 那这个时候 国旗这个符号跟九二共识 跟中华民国的概念 才能够重新的团结在一起 那台北的升旗典礼你就算唱国歌都没有那个味道啊 因为大家没有从你的那种的肢体语言 感觉不到 所以未来 整个中华民国的重心中华民国符号会难飘 过去呢高雄年轻人北飘 现在中华民国的符号概念会难飘飘到高雄去 那 蔡英文现在 要为留赖清德能留得住吗 如果能留赖清德留得住 那赖清德以后也不要混 蔡英文的元旦讲话 以及接下去 我们要再谈一下告台湾同胞书 因为 习近平也也讲了话 而 接下去的告台湾同胞书的讲讲话 还蛮重要的啦 进广告回头聊 八十三九分四十一秒你周天的非得播 非得早餐 我是唐江龙 好 不管你透过收音机 透过网络 或者透过我们的直播系统 我们现在直播系统上面有大概三百位 的观众在上头 你们流话我都看到了啦 那有的时候 有的 有这个 有听众朋友在流话 有观众朋友在流话 说这边都是观众自己在讨论 有啦 你们的你们的流话我都有看到 但是 我不可能一个一个 一个回应啦 因为这不是这个开直播时候的彩蛋时间 我可以的用个十五二十分钟的时间 跟跟听众的观众互动 好 蔡英文在在新年的谈话里面 这个新年谈话呢 被认为是 被认为是 这三年以来 对大陆最强硬的谈话 这个谈话 完完全全寻的美国的调子 就在你放假的这几天啊 其实 其实对两个关系 对国对国际政治来讲 都是大事 都都是非常关键的四天 这几天除了 第一个到年终吗 大家都要发表谈话 在总结 那各国的领袖都会 发表的新春谈话 这个因为今年 今年是 今年是 1月1号呢 是大陆 北京和华盛顿 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美利坚合众国建交 也是美国 这个抛弃中华民国 抛弃台湾的中华民国 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四十周年 所以 川普和习近平 通了热线 互相道客 建交四十周年 而 今年 2018年 刚结束的2018年 也是 邓小平的开放 的四十周年 中国大陆呢 也在 热烈的讨论 这四十年中国的变化的何等的巨大 这个这个变化 也是人类历史上面 变化最剧烈的 13亿人集体脱贫 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好那而且 这个速度呢还在 还在还在这个快速的冲刺的当中 即使呢中国大陆现在的经济有一些的下行风险 他原来设定的百分之六点五到百分之七的这中高速的经济成长 因为美中贸易战的关系 全球经济衰退的关系 可能会守不住 不过你要知道即使没有没有百分之六点我没有百分之七 有个百分之五百分之六啊对中国经济现在这种庞然大物来讲也是非常惊人 好那 另外就是 1月1号 1979年的1月1号 当 北京和华盛团建交的时候呢北京的同时呢也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 那这个告台湾同胞同胞书和蔡英文总统提两岸 在在新春谈话当中的提两岸的四个必须因为都是在在1979年 而在一在2019年的1月1号的谈话 针对1月1号新春到来的谈话 他其实是不可以摆在一起看 那蔡英文的这次的新春的谈话提了两岸要四个必须啊 要 必须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必须尊重2300万人民对自由民主的坚持 必须以和平对等的方式来处理我们之间的歧义 必须是政府或政府所授权的公权力机构坐下来谈 这四点 前面的三点 我没有任何疑问呢我告诉你你要听蔡英文讲听讲好像好像好像很很很厉害 这有什么厉害 我告诉你我我即使在面对大陆的媒体访问 我即使在和大陆 的这些呢这些的二轨三轨在一些的 在一些的论坛上上面 在交手的时候 我也会这样强调我我一向都会 都会呢公开的陈述 我是中华民国派 我讲中华民国派 不是关门取暖 我是一个民主统派 我是在一个民主的基的基础下面追求国家统一的可能性 的一个人 一个媒体人 一个 我自诩的公共知识分子 我追求国家统一 因为在文化血缘 文化的血缘 历史的基础上 上面 我觉得两岸是一体的 上礼拜我请 蔡正元讲台湾史 蔡正元台湾史 你可以好好读一读 我不是因为说他 他他他里面吐槽的对象很多 但是他的台湾史做得非常的扎实 有很多的论述考据 我觉得比比许多台大历史系的那些烂教授都还好好多了 有很多的独派的教授我真的就是鬼遮掩 那这种的鬼遮掩讲出来的东西如果呢你跟着走 那基本上就是叫 模式那 看起 到山里面绕绕了半天之后 根本就在里面绕 好那 今天 在追求两岸的两岸的未来的时候 统一是我的追求 民主democracy也是我的追求 那在这样一个一个追求下面 去和大陆之间的进行政治性的对话跟跟讨论 当然他们会说我们的立场还 还是有不一样我当然知道我跟你不一样啊 我没有办法接接受共产党一党专政啊 我觉得 什么时时间点是一个问题我同意 大陆是不是已经已经准备好了我认为还没有 还可以在等可是你要有那样的准备 你必须要让大陆人 早晚有一天 大陆人会有自己的民主的诉求而且公开喊出来 所有的这种的老老大哥的管控对媒体的管控 早晚有一天是要说失效的 作为大陆的领导人作为大陆的知识分子你不能不对大陆的民主的未来要有一些的准备那个那个那个准备那个过程 他不是一处可击的他会他会有些动荡 这会有些痛苦 甚至会有些社会的成本这些都是要准备的 我是告诉你 蔡英文讲的这四个必须这有什么奇怪 他讲的所有的必须之后重点就最后一个就就是你跟台湾之间所有的问题你要跟我谈才算数 就是最后讲的是必须是政府或是政府所授权的公权力机构做下来谈 你要不然跟我谈 你要不然跟陆委会谈 你要不然跟海基会谈 其他的免谈 那 蔡英文讲到这个样子就是告诉你 其实 这四个必须 这讲给谁听 北京难道第一次听吗 不是 北京或者说国台办 或者海协会 想也知道你就这样想因为过去两年多你就这样做吗 但是 蔡英文的春节讲话的这四个必须 其实只讲给 一群人听 或者讲给一个代表人听 蔡英文的这个讲话是讲给韩国瑜听的 你不要跟我讲九二共识 你不要笑笑想你以为你选赢了 以为高雄变天了 你以为呢 或出的去人尽的来高雄发大财 然后的九二共识的概念之下 你什么都可以做 你慢慢等 蔡英文在讲这件事啦 其实 这四个必须里面 有三个 是没有没有没有意义的大家没有 没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想法 包括以和平的方式处理 习近平在十九大的时候 露露等讲了讲了讲了这么长的一段的两岸的论述 从一九七九年开始讲起 他在讲什么 他在讲的也就是和平统一啊 所以你听到和平统一听到统一两两个字的时候呢 民进党就斗断 对统一对统战 只要跟统有关的 你民进党一听到一听到统那个整个人呢就揪就揪在一起 就就就就觉得为为精卵不知道怎么办 就什么好好怕的 那 就面对吗 我觉得如果 如果站在一个民主的基础上上面 去讨论两岸问题 讨论大陆事务 大陆方面即使听你在挑挑战他 会有点刺耳 可是他还是得要忍着 因为 他除了有统一的追求之外 在 追求民主统一这件事情 是大陆方面来讲大陆的官方最难抗拒的 我的诉求正正当当 我追求统一啊 我发自内心的你听我唐强龙讲话你也不会怀疑我是个统派 我告诉你我在任何场管你绿的管你红的我都告诉你我是个统派怎么样 可是我是一个民主统派 当我在跟你谈统一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对大陆的民主化 我会有很多的要求的 我会以我在台湾成长过程当中的所讨养的一切 我会希望大陆的民众也能够享受得到 我不怕这些 那如果这样谈就好办可是 蔡英文讲的四个必须 北京当然也会听得到啦但是北京听到的时候没有用的啦因为你讲了这四个必须之后除了表达你蔡英文的强硬 让华盛顿也能够听得到说我养这个蔡英文养对了 你看即使九合一败选之后他还是这么的强硬 他没有要向北京低头 这边的事情还是我蔡英文讲了算 那你韩国语怎么办 当然啦不是说因此的就完全行不通啦 蔡英文也不至于说 把两岸关系就通通都打死 可是 即使15个县市长 蓝军大赢 可是你以为大赢之后呢 就可以回过回过头来 以地方包围中央 那 霞天子以令诸侯 未必 因为 蔡英文 就是准备 继续 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呢 把他的这个任期走完 当然这样一个史上对于 北京最强硬的春节讲话 他也在回应独派啦 让独派安心一点 我蔡英文还是很硬的 我是蔡英文 不是蔡英文而已 好那这样一个强硬 让蓝的 让红的 都感受到 更让独派感受到 我蔡英文 没有垮 凭着 我的这次的新春的谈话 我就是告诉你 2020 我选定了 他是一个 起手式 这次的新春谈话 我认为透露的讯息 是很多的 那北京方面呢 进广告回头聊 我们再回头看了 但 北京方面 习近平不会就回应蔡英文的讲话了 蔡英文讲话我我刚讲讲给独派听讲给韩国瑜听讲给了讲给美美国爸爸听 好的表面上是讲给讲给习习近平听 每一篇的这种的讲话你都知道在我们 念念念政治心理学的就是一篇的演讲 一篇的演讲 表面上面来讲 我坐在我的我的前面有我的听众有我的观众 可是 那个潜在的我在讲给谁听跟我眼前是谁是两回事情 换句话说表面上来讲这一篇好像是在在讲给习近平听 讲给台湾人民听不是他在讲给特定对象听 每个人听到的感觉不一样反应不一样了之后 哪一篇的效果最最大 那这是他原来所设定 好了今天已经1月2号了 1979年的1月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跟 美国建交 1978年的12月是非常动荡的12月 那时候不只是不只是高雄事件 然后不不只是这个这个就说因为因为要断交的关系 那美国除了当时派了这个在驻驻台驻中华民国的大使安克志 半夜 那这个的突然间 而说宋楚瑜也也讲过这一段了 那通知呢 通知蒋经国 那 美国 要和 中华民国断交 那派了克里斯多夫 之后当过国务卿的在克里斯多夫来台湾沟通在当时是副国务 好那那个那个那个动荡飘摇的岁月对我来讲印象是深刻的那时候我念念高中啊 觉得 有许多对台湾没有些信心的人 那都准备要跳船 可是台湾仍然的 好好的存活了这40年 我们享受了自己的幸福 享受了自己的富裕 享受了自己的 小生活 台湾是过小生活小小幸福非常棒的地方 好那同样的 1979年的1月1号 大陆 那大陆的以以这个人大 人大为为名 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为名 那 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 大陆方面从1949年之后 5次发表告台湾同胞书 那每一次呢发表对象不太并不都是人大 那第1次呢是在1950年 那从1949年沦陷之后 然后接下去包刮了包刮了这个 古临头战役呀 等等等等191950年 发表过一次 在1958年 1958年的连续发表过三次告台湾同胞书 是823炮战的那个时候 那那个时候呢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包括了彭德怀以彭德怀居民的等等他们的发表呢就是在告诉 告诉台湾同胞 虽然那时候大部分台湾同胞书收不到告台湾同胞书啦 但是 他讲给国际社会听的就是我不是要打金门 而是你而是你你你当时国民政府蒋介石一直在我东南沿海骚扰 派飞机侦察然后呢甚至发动攻击然后呢两栖蛙人部队的登陆的突袭 骚扰我们骚扰要死可是你们不知道所以我受不了了我才打金门给你看 但是呢这这次1979年 1月1号的告台湾同胞书是重要的 那个是现在所有的所谓的和平统一 以及停止对金门炮击 两岸开始走向缓和的滥伤 今年是40周年 他会继续唱这个调子 40年之后两岸关系有没有很大的改变有啊 未来40年呢不会拖40年